继上月被拍《甜蜜买花》后 米兰达可儿近日又和男友艾文斯皮格尔跑去海滩秀了回恩爱 米兰达穿着露气小短装 尽显超模好身材 只见她全程和男友实质紧扣 时而还抬头来个甜蜜对视什么的 幸福感都要溢出屏幕了好吗 据悉 今年年仅25岁的艾文是某软件公司的创始人 去年她以15亿美元的资产 荣登世界最年轻亿万富富的宝座 据外媒报道 3号44岁的歌手格温史迪芬尼 与丈夫盖文罗斯戴尔分别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 至此两人13年的婚姻正式告终 随后他们还会继续申请三个孩子的共同监护权 不过格温似乎并不打算向盖文支付赡养费 2002年格温和比他大四岁的乐队主唱盖文结婚 不过婚后的日子似乎并不美满 两人也屡次被穿离婚 但对于传闻格温一概否认 而据格温所言 此次离婚的原因使他怀疑盖文对婚姻不忠诚 日子似乎并不美满 两人也屡次被穿离婚 但对于传闻格温一概否认 时而还抬头来个甜蜜对视什么的 幸福感都要溢出屏幕了好吗 据悉今年年仅25岁的艾文是某软件公司的创始人 去年他以15亿美元的资产荣登世界最拥 随后他们还会继续申请三个孩子的共同监护权 不过格温似乎并不打算向盖文支付赦养费 2002年格温和比他大四岁的乐队主唱盖文结婚 不过婚后的日子 继上月被拍《甜蜜买花》后 米兰达可儿近日又和男友爱文斯皮格尔跑去海滩秀了回恩爱 米兰达穿着露气小短装 尽显超模好身材 只见他全程和男友实质紧扣 年轻亿万富富的宝座 据外媒报道 3号44岁的歌手格温史迪芬尼 与丈夫盖文罗斯戴尔分别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 这次两人13年的婚姻正式告终